大家好,我是Stan 去年12月,突然宣布退团而让饭圈惊讶的MX前成员Gini 与新的经纪公司签订合约了 今天,根据媒体报道,Gini与UAP签订了专属合约 而UAP与从刚往哈尼、王家等艺人的所属公司 Subline签订了MOU协议 Subline也正式声明表示 Gini最近与UAP签署了专属合约 我们公司决定透过MOU合作进行业务代理 我们会全力支援Gini在全世界的活动 也就是说Subline将会进行Gini的演艺活动 而这是在去年12月Gini宣布退团后 时隔5个月的官方正式回归消息 目前也透露会有Solo专辑计划 所以这个消息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重新要做歌手的话,真的为什么会退团了呢? 这么快就会展开演艺活动的话,为什么要退团? 不管怎么样,希望能成功,长得漂亮也很有才能 难道是想要进行以演员为主的活动,所以退团了吗? 反正在后期我们也无法知道 MX现在很火了,所以希望Gini也能成功 对,目前MX的先曲《Let me like this》 已经上升到美轮排阳的8位等 创下了出道后最好的成绩 所以真的希望MX能继续走花路 Gini也能大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韩网哭爆的奶奶的紫菜爆饭 奶奶给我爆的紫菜爆饭 从小父母就不在我身边 我是与奶奶一起生活的 每到集市开张的时候,奶奶都会在集市里卖萝卜跟野菜 而每当幼稚园小学举行运动会或者春游的时候 奶奶都会给我包紫菜爆饭 奶奶做的紫菜爆饭里只有蔬菜 但当时的我一直以为紫菜爆饭里本来就是只有蔬菜 但是在我小学四年级春游的时候 朋友带来了我从没有看过的非常丰盛的紫菜爆饭 有火腿有鱼板 然后偏偏在那个时候,老师非要在大家的面前说 想要尝尝我的紫菜爆饭,让同学们都看到了只有蔬菜的我的紫菜爆饭 回到家后,我第一次叛逆的对奶奶说了 这哪是紫菜爆饭呢?我又不是妞 就因为只吃草,我才长不大的 奶奶连忙向我道歉,并对我说 我是农村长大的,不知道什么叫紫菜爆饭 都是从收音机上听来的 宝贝,下次奶奶会把肉也放进去,做好吃一点,好不好? 然后,那年冬天,奶奶在路上滑倒后,就那么突然的走了 医生说,奶奶是因为营养不良,导致骨质疏松才出事的 之后上小学五年级的我,被带到了育幼园 当然,被送到育幼园的时候也好,奶奶去世的时候也好,我都没有哭 因为奶奶常对我说,不要哭 在天上的爸爸妈妈看到你哭的话,会很伤心 所以我没有哭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吃紫菜爆饭的时候 我就会不自觉地流泪,真的很神奇 也因此,我从来都不会在店里吃紫菜爆饭 啊,好想奶奶啊,奶奶总是叫我福顺 但我却深深地伤害了奶奶 太厚了,太厚了,你乱串了奶奶 后来起来 kurz付你 如果是回家,优优独播剧场——《战争》 优独播剧场——《战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